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场献祭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 基督徒蒙恩蒙照以后 必须要有好的行为 必须要有好的生活见证 第五章就是延续第四章谈到 既然是如此 我们的生活就是献祭给神的过程 所以这个概念 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提出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献给主 在旧约祭物都是死的 可是在新约 我们自己就是祭物 我们的生活就是献祭 这个概念就叫做舍 耶稣舍弃他的命 然后让他为我们来赎罪 而今天基督徒也必须要学习耶稣的舍 就是把自己献上 所以在以福所书的第五章 第一节第二节前面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效法基督 因为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 然后上帝爱我们 上帝给我们有美好的品德的那一种生命的根源 所以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的儿女 那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天赋 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这种身份 就会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要改变 我们的思想改变 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也必须改变 所以身份决定了思想 思想决定了行为 所以在以福所书的第五章 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把钥匙 我们应该模仿效法神 好像神蒙慈爱的儿女那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 也因为这个角度 你的生活就是一场献给上帝的记 言语就是记 行为就是记 婚姻就是记 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 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 就在谈到言语就是一种记 言语 我们要常常来颂赞 敬拜 祷告 所以保罗在以福所书第五章谈到 他说 因此我们不要说 淫词 妄语 细笑的话 都不相依 也不要被人虚服的话所欺哄 因为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领到那背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所以言语就必须要圣洁 我们要说什么话呢 既然不能说那些不道德的 误会的 或者是那些贪心的 那我们的言语要怎么办呢 我们的言语要常常感谢 所以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 我们要常说感恩的话 保罗从言语来出发 让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被约束 可以被控制 是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些误会的言语 坏的言语 不洁净的言语 圣灵是会担忧的 而且会污染我们的心 也污染别人的心 所以一个属灵人 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必须要约束自己的舌头 真言谈到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所以保罗说 那这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正向的言语 那就是要感恩 感谢上帝的恩典 常常以感谢献上为祭 这可以改变我们 第二 行为上的祭 行为也是一种祭 言语是一种祭 行为也是一种祭 行事为人光明圣洁 就是献给上帝的祭物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请记得 在旧约出手的果子 都是献给上帝的 所以保罗说 基督徒的行为就是果子 基督徒行为就是光明的果子 要献给谁的 当然献给上帝 因此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一种结果 献给上帝的果子 我们必须要正直 这叫做公义 没有弯曲 这叫做公义 我们必须要诚实 不虚晃 我们必须要行走在真理的里面 那个诚实就是真理 我们必须要良善 我们的动机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动机 有没有不良的动机 上帝是良善的 所以我们的内在的动机 也必须是良善的 没有偏见 没有论断 没有定别人的罪 所以保罗说 那暗昧无益的事 也不要与人同伙 也就是基督徒 不仅是要独善其身 也应该要奸善天下 无论是一些不道德的 污秽的言语 偷窃的行为 或者苦毒的埋怨的 这些呢 其实保罗说 当我们跟他们的生活 不同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人 我们也要告诉他们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他说 道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 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的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因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光 要指出罪恶 指出罪恶 而且同时也告诉人方向 所以基督徒必须在这个社会上 有美好的见证 这个社会 非常多的道德的问题 犯罪的问题 谁来维系这个社会 不会那么快的腐败呢 当然就是你跟我 圣经上说 上帝就是光 在他没有黑暗 在上帝的光明里 我们隐藏所有的肮脏污秽黑暗 通通都会被显明出来 这就是圣经上 在以福所书的第五章十四节说的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因此我们看到 基督徒的生活 需要常常被光照 我们才能够光照别人 所以更重要的 基督徒在生活中 行为既然是一个祭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善用 我们今生投资永恒 今生就是你现在活着的 就决定了将来的永恒 那表示我们的今生的时间 重不重要 太重要 所以保罗接下来 在以福所书的第五章谈到 你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基督徒要好好的善用今生 把握时机 那个爱惜光阴就是把握时机 就是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 所谓时间上的资源 好好的能够为这个我们的信仰 能够做美好的见证 因为世代邪恶 世代邪恶的意思是说 今天犯罪的会越来越犯罪 堕落会越来越堕落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基督徒就更应该要好好的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道德堕落的世界里面 因为我们爱惜光阴 我们好好的把握时机 成为时间的好管家 不要做糊涂人 而要明白主的旨意 就是五章十七节 以福所述所说的 保罗也提到 我们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跟要被圣灵充满 醉酒跟圣灵充满是强烈的对比 一个人被酒控制醉酒 他就受酒精的影响而胡言乱语 可是如果一个人是服在圣灵的大能权柄之下 他的行事为人就是接受圣灵的控制 他所说的话 他所行的事就被圣灵管制 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不是一个鼓励 不是一个劝勉 它是一个命令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应当被圣灵充满 因为唯有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才有能力在生活中做见证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会有一些外显的现象 保罗说哪些外显的现象呢 就是口唱心和 就是凡事谢恩 就是彼此顺服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管制的人 他是会常常的唱歌的 他的内在 他的心里 他常常发出赞美的声音 而且他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接下来保罗提到的第三个见证 彼此顺服延续下来 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婚姻 也是献祭 也就是说基督徒你的婚姻本身 就是一种见证 这种见证也就如同献祭的概念 因此婚姻的亲密 婚姻的连结 就如同基督跟教会 保罗在这里谈到 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要爱妻子 而保罗以基督爱教会 教会顺服基督 作为夫妻关系的类比 我们的婚姻 就是在反映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这种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就是爱跟顺服 所以这种的类比 可以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联合 这种联合不仅是 好像基督跟教会的联合 头跟身体的联合 所以因此我们说 在婚姻的里面 丈夫就像扮演头 妻子就像扮演身体的角色 没有谁辖制谁的概念 而是如果你是扮演头的丈夫 头有来源的意思 希腊文有源头的意思 基本上这个字也有保护 遮盖的意思 这个字也有一些供应的意思 因此一个做头的 一个做丈夫的 必须要有舍己的爱 去爱你的配偶 你的妻子 就如同基督爱教会 这种彼此的舍己 这种的遮盖保护 也反映在一个做丈夫的 必须要舍己 遮盖保护你的配偶 你的妻子 那妻子最大的责任 就如同教会最大的责任 就是顺服 顺服基督 顺服敬重基督 同样的 也反映在妻子的身上 也要如此的顺服 敬重你的丈夫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的舍己跟爱的榜样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上 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这种见证 也是一样是献给上帝的祭物 因为它是一个见证 圣经学者斯托德 他在婚姻这个关系里面 谈到一个概念 顺服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 而爱就是为别人 把自己给交出 好像基督为了教会 交出自己一样 也就是说 当我顺服的时候 我是把我自己交给别人 基督也是把他自己交给了教会 我们今天也必须 把我们自己交给基督 其实这就是婚姻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对方 所以在以福所述的 五章二十二节谈到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种顺服是彼此顺服 这种顺服是一种关系的连结 这种顺服可以说 一个妻子对主的顺服 敬畏或敬重 就反映了在丈夫的身上 所以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这种的婚姻关系 有三个是 耶稣为我们舍己的目的 第一 耶稣为我们舍己 就是要让教会成为圣洁 第二 他要使教会成为圣洁以后 献给他自己 他把我们从罪中赎回 他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把我们最终赎回 使我们成为圣洁以后 我们要献给基督 好像一个新妇 好像一个新娘 他要献给他的丈夫 第三 教会本身也必须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也就是说 这个太太或这个新妇 他献给了他的丈夫 是甘心乐意的献 这就是教会本身的婚姻 而这个圣洁是要献给基督 是甘心乐意献给他 因此我们说基督徒的婚姻也是一样 不要忘记基督徒的婚姻是圣洁的 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种见证 基督徒的婚姻更是献给上帝的祭 也为此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这是在西伯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婚姻是神圣的 是上帝所设立的 是亲密的 是夫妻的关系 而且婚姻也是独立的 因为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 愿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婚姻的人 在婚姻上要显出 你在生活中一切美好的见证 愿上帝祝福您 再见